锦衣之下范外173集你跟袁金夏是怎么相识的 若不是眼前人的眼神过于冰冷 红豆都不敢相信堂堂二皇子齐王还有打听别人私事的习惯 多年前他救了我 红豆眼见一干 呵 还真是一个有趣的女子 他脸上那不加眼识的笑意 更是让红豆确定了 这个齐王怕不是针对那位夏爷生了心思 殿下许是不了解金夏 想必也是没有同路大人打过交道 如今我弟弟尚且在殿下手中 神为言轻的 只是还是要说一句 路易的手段绝非是殿下眼中看到的 希望您不要后悔 闻言的齐王四十不屑地念了红豆一眼 路易的手段吗 怎么可能没有打过交道 这次就看谁更胜一筹了 那我也告诉红豆姑娘一句 本王做事 从不后悔 有时时分 层服赶着马车停在肖香阁门口大人 到了 路易扶着金夏下来 进去之前叮嘱到方才我跟你说的 可都记下了 大人放心 都记住了 再说 红豆姐姐与我关系不错 我自会有分寸的 金夏笑呵呵地看着路易打道 看到他二人的到来 本就守在门口的高明 立刻迎了上来路大人 袁姑娘 这边请 我家公子在楼上等着二位 二人随着高明进了肖香阁 迈过门槛 金夏对这里其实不算陌生 但近日明显感觉到大堂里面的视线聚集到了自己这边 几个穿着艳丽的姑娘更是目光简直站在了路易身上 怎么回事 往日与他来的时候也不见人家这么欢迎 再看看身旁的路易 顿时明了 皱了皱眉 金夏毫不示弱地瞪了回去 反倒惹来那些姑娘的低语倾笑 肖香阁大多数的姑娘其实也都认识这个六扇门的女补快 也早就听闻她嫁给了人人惧怕的锦衣卫路大人 今日倒是难得一见素来喜爱女扮男装的小补快 一身温婉女子装扮跟着陆大人身旁 瞧着略微凸显的肚子 这时都有身孕了还来这场所 姑娘们好奇之余也开始嘻嘻嘶语 路易自进门就觉查到了众人的目光 耳力极佳的他自然也听到那些低声细语 皱了皱眉 没错过身旁惊吓的情绪起伏 有些好笑地握了握牵着他的小手 身子靠近他贴着他耳朵说了一句 他们那是嫉妒夫人 听了路易的话 惊吓侧头看了看他 瞬间有些傲娇了 也是大人这么好 他们一不开眼也正常 哼那就看吧 眼珠子看掉了大人也不属于他们 大人是自己的 心情好转的惊吓 喜滋滋地跟在路易身旁 带着得意冲着个微笑 回身上下都无不传达一种 他是我的 没一会儿 随着高明来到了齐王坐在的包间 齐王颇为摆架子地看着进来的二人 招呼着落座 言冤 你我二人多年畏惧 今日可得好好唱饮一番 路易且笑道能与齐王唱饮乃是陆某的荣幸 齐王吗 路易的一句称呼不禁 让齐王本人嘴角勾起一抹吃笑 惊吓自然没有错过他这一细节 撇撇嘴 方才来的路上 大人简单跟自己说了他们二人的过往 以及齐王前段时间相约红豆姑娘的事情 虽然大人让自己不要掺和 惊吓还是想找个机会去问问红豆到底怎么回事 对眼前路易和齐王这种口不对心的行为表示比一个惊吓 寻思着怎么找个机会出去 齐王见他左顾右盘 百无聊赖 吩咐高明通知上彩 挑了挑眉听闻员姑娘喜好美食 之前在围场幸得姑娘舍命相救 为表谢意 以备好特色菜 若姑娘还有其他想吃的 尽管开口 一定满足要求 舍命相救 静下感觉这个齐王就是在挑事 犯了个白眼 齐王严重了 围场安全乃夫君路易所负责 当日让您受惊 是我们的缺失 保障您的安全是理所应当的 至于美食 今日倒是无太大兴致 您不妨有事直说 都说孕妇情绪波动大 路易不知道这是哪里 又惹到这个小姑娘了 却还是被那句夫君 整个人都心情大好 这还是成婚至今 惊吓头一回在外头 承认自己的身份 惊吓 好好说话 路易洋装生气 对齐王解释 静下平日里被我纵着 性子有些直 齐王请见谅 齐王笑容更深了 眼镜在静下的身上 打转原姑娘性情中人 孕妻情绪波动大 可以理解 言言太客